今天这个是小姨家的葡萄干露碎冰沙 碎冰沙 不得不说小姨家这个贴纸真的挺可爱的 一边上面都是小动物 哦他这个味道 怎么说呢 是那个葡萄乌龙茶的味道 带一点茶香 然后又带一点葡萄的甘甜 他整体的是带一点点细闪啊 然后这个他是不失手的冰沙 之前玩过很多可能是很多 很多款失手的冰沙 这个让我感觉还是手感比较完美的冰沙 你这个颜色在镜头里看可能会有点发污 他其实的颜色是一个比较清淡的紫色啊 有点像那种雾霾紫啊 雾霾蓝的兄弟雾霾紫 哦这是带点晕染吗 哦 整体是不透的 起来 他整体是不透的啊 表面上是有一些细微的颗粒感 一点金闪还挺好看 手感很纯厚很实 整体比较厚重 哦扯布的话也是很容易扯匀的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葡萄乌龙的味道 哎呦呦呦 水边雪的含量也恰到好处吧 没有那种卡纸缝啊 掉蟹的这种情况出现 它是同时有糯感啊 又有那种脆感 扎泡声很响 整体也很 嗯呃呃 若是若是 呦没想到也可以搭泡泡 或者这种质地不太好搭泡泡呢 这个很黏桌子 我觉得用它起泡可以不用起泡贴了 哇哎 每一次从拔从桌面上拿起来都感觉像是有一股神秘的犀利一样 我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擦边视频 那种性感大姐姐 帅气小弟弟 觉得确实是挺好看的 不是那种大擦边 是那种小擦边 清心可口的小擦边 那种太激俗的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就有点反胃了 夏天朋友们可以多刷一些 反胃的视频 可以帮助咱们呢 减弱这个食欲来控制体重 我反了一点蓬沙水 它有一点这就是咯咯哒哒的不平了 我之前看到人也是有一种炫耀心理啊 比如说一个人 把自己的身材打到特别完美 他把它发到社交网络上去 算是一种正常的人的行为吧 就像是你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就是想赶快穿上 化一个美美的妆出去逛街 应该是一个心理 就是说我感觉我个人认为 就是穿性感衣服也好 你露肌肉也好 我觉得我都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才能接受 你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就是拿不到台面上的动作 和发出一些 很上不了台面的声音 就很奇怪了 这个真的起完 真的好黏黏 好黏黏 黏黏碎碎 花香似碎碎 黏黏人不同 就是就不要像那个毒液一样 涂了那种半米长的真的涂性子 那个舌头拉拉特别长 然后再就是抚摸一些隐私部位 然后就哎呀我就是说不上来 秀漂亮衣服 秀性感身材的 我不会觉得很反感 就是你不要做一些那种 像爬行动物一样的动作就好了 我感觉我的宫外投机在逐渐的隆起 我的这个腋下这一块肌肉也非常的紧张 这个你起完之后真的很黏 起泡之前的手感还是蛮不错的 所谓就是人生难两全吧 它前半场接受了我的夸赞 后半场就要接受我的批判 如果液体胶起完以后很黏呢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乌龙葡萄的味道响起扑鼻 那今天就这样吧 好 好